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今天9月10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那节目一开始 我们还是先跟大家依照惯例 来报告一下我们今天 快打当冲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案 的一个策略 那继我们上个礼拜 9月份到上个礼拜为止 总共6次的出手 包括9月3号的新巨科 9月4号的环球金是满进的 9月5号的美绿 9月6号的麒麗心 9月6号两档 还有一档TPK 9月7号的原项 6次出手是6战全胜 累计报酬率已经来到13.3% 今天大盘的部分 指数开高走低 不过我们今天只给会员朋友 两通指令 那第一通指令 是在10点钟的时候 告诉会员朋友 今天指数开高之后 出现急杀翻黑 但是杀到10点钟 发现到起指的跌幅 已经比现货来的少 那这个部分又加上起指 转成一个正价差的走势出来 这个呢就要提防 接下来有可能在杀完短多之后 会做一个右短空 右完短空呢 会再反弹 做一个嘎短空的走势 所以我说早盘要先静观其变 不要急着去追杀 那为什么 来各位投资们看一下 就在今天早盘 先以红盘开出 上涨22点 然后马上就一个急杀 杀下来10点多 我说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先不要急着再追杀 结果你看这里是不是 10点半到11点中间 大盘又弹上来了 你在这里去追杀追空 当然就很不利 那你说那这里做多 也很容易就停损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早盘 就要先静观其变 来等候通知 那到了这个11点半左右的时候 现龙老师再通知会员朋友 今天开高急杀之后 多空是在这里剧烈震荡 那重点是并没有发现 符合我们快打当从操作 条件的一个个股 可以来操作 所以呢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不要勉强出手 今天就先建议会员朋友 观望一天等候 等待看准目标 我们再来做出手 这个部分先跟会员朋友 跟所有投资朋友做一个报告 我们今天的动作 那为什么没有赚钱 应该讲今天没有出手 也要跟投资朋友来做报告呢 那这个部分当然第一个 现龙老师说过 我们强调 我们每天在这边 开诚曝光的 跟每一个投资朋友来报告 我们会员的每一笔操作 有赚钱的现龙老师 当然会跟大家讲 没有赚的甚至赔钱的 现龙老师过去这两个多月 也都开诚曝空的 诚实不期的跟大家做报告 用意就是希望给投资朋友 用一个最客观的一个 最严格的标准 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而不是像其他投顾老师 永远在节目当中只跟你讲 我今天赚了什么股票 赔钱的都不说 我们每一笔操作 都诚实跟大家做报告 第二个我也要跟大家强调 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谈到 所谓的当冲的一个操作 很多人都以为说 当冲不就是凭感觉 指数涨就去追股票 指数跌就赶快去追空 这个这样子追高杀低 这不就是当冲吗 各位投资朋友 很多人以为当冲就是这么简单 结果呢 结果就这样子 真的在追高杀低下来 你会发现到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 在凭感觉做股票 有时候会赚 有时候会赔 但是长期来看 到最后大部分的人 做当冲降 凭感觉追高杀低的 都是赔钱 那我要去强调 那当你在赔钱的时候 又只会万谈 最近手气不好 运气不好 手气较不好 所以才会贪败 是这样子吗 我要再三的强调 其实你会发现到 我要强调所谓的运气 也就是我们在数学上 所说的几率 你赚钱的几率高 你就运气就好 那你赚钱的几率低 当然你就觉得运气差 但是几率是来自于哪里呢 几率这个东西 其实是来自于所谓的方法 所以我关键要提醒大家 真正的快打当冲 作战也好 或是做股票 做波段也好 都要有一套正确的SOP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方法 如果你没有一套方法 或者说 其实你一直在用错方法 你会发现到最后 赔钱的几率总是比较大 然后就来万坛 怎么都没财亡 财运不好 这时候才想要补财库干嘛的 好像也没什么用 对不对 可是当你能够去找到 正确方法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赚钱的几率就越来越高了 财运就越来越好 赚钱的机会越来越高 你当然财运越来越好 对不对 钱就一直来一直来 所以我要跟大家强调 那先龙老师我所说的快打当冲作战 绝对不是你所想象的 凭感觉涨就追 跌就杀 不是 而是有一套正确的方法 SOP 那怎么去操作呢 今天也跟大家强调 那正正专业操盘 在快打当冲作战里头的SOP 第一步 每天要先去观察的是什么 盘式的结构 我说过 如果是一个攻击盘 我们做多 如果是个整理盘 我们做空 当然什么条件 什么时机出现 可以去断定 早盘是一个这个 当天是个攻击盘 什么条件出现 决定当天要先做短空 要先买 这都有我严格的条件在 那第二个 当要决定做多的时候 我们再来找出来 符合我说 可以做多买股票的条件的股票 对不对 如果要做空 当然这地方就要去找出来 适合先买的股票 原则上要做多要买股票 你要找大户在进货 这地方进完货 股价转强的时候 你来买 你要做空 你就要找大户在出货 出货的股票 转弱迅号出来的时候 来卖 对不对 那当你能够去找到 符合我所说条件的股票 在确认转折时 我强调 我们不是要买在最低点 不是要卖在最高点 我们是要确认 转折出现的时候 来果断出手 然后第四步 叫做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就是出手之后 就先把停损点定下来 目标也定下来 万一这地方不对 小赔马上就出 对不对 然后理性操作 当天我们决定是要做当冲 就是当天进当天出 绝对不会说 我们这地方赚了 就赶快出掉 这个赔了 就想说凹凹看 会不会过几天就涨回来 那绝对不行 这样子你很容易 如果说都喜欢凹单 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就变大赔 那长期来看 就会变输钱的 所以我要去强调 你要成为一个快打当冲的一个作战高手 记得每天这地方 第一个先来观察盘式结构 决定多空 第二个选出符合条件的股票 第三个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第四个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这样才能够怎样 不敢保证大家每一笔都赚 可是才能够维持一个 我所说的高胜率的操作 所以你看到县荣老师 就是坚持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之下 每天符合我的SOP 看准的目标才来做出手 这才能够维持一个高胜率的操作 7月份不敢说每一档都赚 对不对 但是16胜4负 胜率是高达8成的 就是这样 有赚有赔 我每一笔都跟他诚实报告过 对不对 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7月份累计报酬率22.8% 那8月份 14胜7负 赚钱的次数 你也看到比赔钱的速是 次数多了一倍以上 对不对 那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累计报酬率上个月 8月份也有14.7% 而这个月呢 9月份 我们目前6次出手 对不对 6次出手 每一笔 我也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报告过 那目前累计报酬率 更达到了13.3% 这才花了几天的时间而已 对不对 就已经这地方如果有这个会员朋友 跟着我们100万每一党来做100万来做操作的话 光是上个礼拜 这个地方已经有人赚了超过10万块以上了 这都是真实不期的一个这个诚实绩效跟他报告 那也就是现龙老师坚持 第一个先找到正确方法之后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把简单变重复了 那把重复做得更好 你看到现龙老师会员朋友 现在是不是跟着我们赚钱 就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容易的呢 所以我再三提醒大家 一个真正快打当冲的一个高手 绝对不是每天凭感觉在那里杀进杀出 而是要能够遵守SOP 从1000多档股票里头 去找到最有把握出手的那一到两档股票来操作 这样才能够把赚钱的几率大幅度的拉升上来 那如果没有 像今天我们就休息一下 这样才能够到最后成为真正的赢家 好 回来继续谈 谈到这个盘 这个盘其实我还是强调了 三个多月前我就说过 指数虽然上档空间现在有限 但是控盘大户也不想让指数跌下去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在这个区间 10500到11100点之间 对不对 区间来回震荡 那这种震荡格局我也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的心不定 你很容易受到盘式的影响 然后该做多的时候 指数杀到低档 你反而在那边杀股票 砍股票 对不对 举个例子 像上个月8月16号 大盘那天跌到10606低点 我跟会员朋友说什么 那天指数收盘跌32点 盘中是一度急杀110点 我告诉会员朋友 这两天消息面可以说利空频传 包括美国说要制裁土耳其 中国的城投债爆发违约 大家担心引发大规模地方债务地雷 然后虚拟货币总市值也是缩水了77% 那这么多利空 我说量的趋势有在转强 然后筹码面对多方是有利的 所以我说什么 大盘杀破年限 又有机会做反弹 就是杀完短多又短空 要杀短空了对不对 这是8月16号那一天 那一天指数在哪里 来各位投资朋友看一下好了 8月16号就是这个地方 这8月16号 指数那一天杀到10606的低点 接下来是不是杀完短多又短空臭 开始杀短空上去 一路的杀杀到11186 这前一天还大涨了110点 那这涨上来 大家又忍不住在买股票了吗 来各位投资朋友 你再看一看 那一天8月29号 我跟会员朋友说什么 这8月29号写给会员的分析日记 那天指数大涨了110点 来到11099 对不对 那我说站上11000更要步步为营 特别注意接下来 大盘其实那一天涨110点的时候 反而转为一个 价涨量缩的背离形态 那短线上这就很容易怎样 拉回回测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那一天 其实有看我节目的都还记得 那一天就是这一天 8月29号 指数大涨110点的长红棒上去 我们刚才提醒 如果看到美股在大涨 指数在开高就不要再追了 为什么 你追又会追在高档 又要开始反转下来了 又要拉回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盘其实就是这样 上冲下行来回震荡 那只是如果你每次都是在 该低档的时候 你才去杀股票 高档的时候 你才来这地方追股票 你会发现真的到最后赔很惨 那这个行情其实 那接下来会怎么走 好我也只能提醒 其实当指数今天 当然又杀下来 看起来今天又跌了 这个125点好恐怖的时候 我只提醒三个东西 第一个 这两天大盘杀盘取量 量都有1400多亿 那杀盘取量下来 5日均量 现在又再度超过10日均量 指数在跌 有没有跟这地方很像 量的趋势又在转强 然后大盘的融资 礼拜五又减了33亿 今天很有可能又再减更多 那这是已经今年以来 这里打错一个字 这是今年第四多的融资减幅 那前面三次融资减超过30亿 单日大减 后来大盘 快的话隔天 慢的话三天之后 都出现个反弹 这我一直提醒大家 那第三个筹码面外资指数 今天这个多单的部分 旗指大卖了1万多口 这地方多单有再度大幅度减少 可是多头部位现在还是有560亿左右 换句话说这个盘 除非接下来外资 整个旗指大幅度的一个继续卖 让整个指数的部位变成空头部位 正式的开始外资对指数偏空操作 不然我认为说这个盘 现在来看的话 已经积跌下来之后 长线其实还是在历史高档 没错 短线其实就是在一个上冲下息 那上冲下息格局 现在急杀这短多之后又再又短空 又完短空快的话可能明天 慢的话下半周 这礼拜的下半周 注意可能又要再反弹再嘎短空了 这个是大盘指数的部分 先简单跟大家做一个叮咛 也就是说如果看到美国股市今天晚上跌 明天台股开低杀下去 你不要再去追杀追空 不然又可能会空在低点 这一点先提醒大家 所以这个盘我还是强调 那这种状况你说怎么办 这些大盘其实就是这样子 长线在历史高档来回震荡 那这个来回震荡上冲下息的时候 你一下做这个追股票 一下杀股票 只会赔更惨的时候 所以我说嘛 这个阶段只有快打当冲操作 快进快出来累积财富 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但所谓的当冲 我再三强调 不是凭感觉在那乱追杀 追高杀地 而是要按照我们的SOP 第一步先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第二步选出符合条件的股票 第三个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第四个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那也就是这样的操作之下 当然你会看到 县荣老师这个地方 每天就会提供会员朋友 最多两档股票来做快打当冲 依据盘式结构先买或者是先卖 清除的进场价位在哪里 预设停损点风险先控制好 预设获利目标 倒价都会提醒你 万一错了 县荣老师都会提醒大家 该出就是要出 遵守几率 那当天带你进 也必定带你出 绝对不会说 赔了钱就叫你凹单 结果呢 害你越赔越多 就是这样的坚持之下 你看到这是我们今天的操作 没有看到什么适合的目标 我们就观望一天 等待看准目标 再来做出手 那有看准了 像上个礼拜一新巨科 对不对 那天大盘开平走低 好我们就先卖后买 对不对 做一个短空 当充先卖之后呢 卖在71.85 尾盘1块650 70块2的时候 把它买回来1块650赚起来 对不对 15张的赚个2万多块 上个礼拜二 9月4号 我们锁定环球金 那天大盘反弹上去 对不对 我们就做个短多抢反弹 早盘买在351 尾盘356 获利入带弹起来 你说环球金今天又跌了 又跌了怎样 我们已经赚起来了 这就我说的嘛 快进快出累积财富 这才不会受到盘势的影响 也不会这地方什么长期套劳 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又获利入带了 再来看到礼拜三 美绿大盘又再拉回整理 我们就先卖后买 早盘168.5卖 尾盘166.5买回来 卖个6张 而且也赚个1万2左右 对不对 然后礼拜四齐立新还有包括这个TPK 一天两党股票 各赚2万多赚起来 礼拜五又看嘴的原相 这地方做一个操作 那总共就是这样子一笔一笔下来 你看到7月份8月份 我们胜率73%之下 累计报酬率已经来到38% 9月份目前更是6占全胜 累计报酬率来到13% 加起来这两个多月已经超过了5成以上 等于投资朋友如果说每一档用100万跟着我们操作 现在这两个多月已经有人赚了差不多 就算扣掉手续费赚个三四十万 这都很容易的事情 那当然如果说你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只是现在你可能还没有时间去看盘盯着盘 现在你可能还没有学会 现龙老师的一个SOP的一个方法 选股的方法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加入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为了要帮助更多投资朋友 能够分享我们快打当冲作战 能够将带来获利的喜悦 特别帮大家规划的这一次 38%的一个优惠专案 大家盘中满手盘后空手 来聚沙成塔累积财富 那如果说想把握的话 提醒大家因为这一次的折扣 真的是非常的高 所以现在机会已经不多 这个礼拜就随时准备要来做结案了 想把握的休息时间 就欢迎跟我们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还有更重要的内容 马上再回来 听大同步高老师 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今日特别优惠38% 优惠38%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才再见您啊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特顾 好看 我们在这里啦 即日起升装运达特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特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特顾 接屏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特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第二阶段的节目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再三跟大家强调 当大盘指数 现在长线处在历史高档区 还没有立即要反转的时候 就已经在这样上冲下行 重点是个股的部分 真的你会不时看到 有大户在出完货之后 就是急速的回跌 所以我再三强调这里 你买股票你说爆波段 风险真的很大 很多股票像矽晶圆的部分 我不是现在才跟大家讲 矽晶圆有大户出货 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 我写给会员朋友分析日记 那时候矽晶圆大厂台胜科 开法说会 告诉大家矽晶圆需求 明年还要大增35% 报价还会再涨两位数以上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高档都有大户在出货迹象了 中美金我也跟大家讲 技术面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来 来各位投资 当时的台胜科在哪里 5月份的时候台胜科 5月24号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都跟大家讲 有大户出货了 对不对 中美金5月24号在哪里 我们都可以看一下 5月24号的时候 股价那时候 还在130几块 对不对 我都说有大户出货了 结果呢 现在剩下多少钱 69块半 你有没有看到很多股票 就是这样子 除了矽晶圆你说 那个是因为上半年涨太多 当然跌起来很凶 我不要碰就好 我去买那个滴滴的股票就很安全吗 不是 你会发现这里买股票 就算滴滴的 一样不安全 最明显的例子 就像红海 对不对 红海你觉得说 120几都已经跌到 剩下90几块 很多老师也告诉你 这滴滴的 安全啊 可以买啊 碰到什么年限季限 什么线啊 对不对 那结果呢 90几块一直跌 一直跌 大盘涨 他没涨 大盘一个拉回 又破底 现在剩下74块8 那我不是现在才跟大家讲红海 对不对 再来看一下 县荣老师 我们先提醒过大家 这是去年7月5号 当外资传出来 226页的报告说 目标喊到200块的时候 有投资方法来问我 我就已经提醒过 这里的红海 你反而要更小心 外资一边出报告来喊尽 一边自己在偷卖 这个地方结构已经叫什么 抗荣有回 居高思维了 一定要避开 好 那这个就算了 对不对 很多人想说120 110有避开 跌下来890块就可以买了吧 没有哦 这是两个多月三个月前 6月8号的时候 那时候红海他的子公司 FII 富士康工业互 互联网 对不对 挂牌A股第一天大涨了44% 很多人说 这会有摩依子柜的效应 我说注意 这时候反弹到半年线 上方还有年线 对不对 重点是K线 6月8号这一根开高走低 然后价跌量增 大量空头吞噬出来 融资又突破了10万张的时候 然后你就要小心了 小心什么 看似打底 你以为红海120跌到890块 这叫打底吗 不是 这叫弱势股 潜荣勿用的 底补涨反弹 那从补涨反弹 也提醒了 小心什么 反弹已经接近到尾声 对不对 一定要小心 6月8号那天股价多少 最高91块9 来各位投资 我们再来看一下红海 红海6月8号在哪里 就在这一个地方 就在这一根股价涨到 691块9那一根 我跟他讲 反弹接近尾声了 对不对 要浅荣勿用 要赶快跑 对不对 到现在红海又跌到多少 74块8 所以你会看到 这些股票真的 你现在买来爆波段 涨多的你买重商 跌升了你以为很安全了 买还是赔钱 所以你就会了解 为什么跟他讲 这时候只有快打当冲操作 才是最好的赚钱方法 你盘中满手没有关系 不用担心错失行情 盘后空手不用去担心 这个害怕 美股晚上会大涨还是大跌 每天盘中早上跟着建榮老师 操作个一趟操作个两趟 对不对 赚了钱 下午去逛逛街 去晚上吃个大餐 晚上夜晚的时候 又睡得安安稳稳 根本不用担心你的股票怎么样 美股会怎样 你可以依据盘式结构 先买或是先卖 你又不会被嘎到 也不会被长期套牢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利息 天天都是掌握赚钱机会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别再犹豫不决了 人生最大敌人 就是在犹豫不决的自己 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 你看到你股票可能越掏越深 可是现龙老师 却带着会员朋友 快打当冲操作 持续帮大家累积财富 所以Just do it 行动才是最接近 胜利的捷径 现在我们每天提供大家 最多两党快打当冲股 依据盘式结构 该买就买 该卖就卖 停损点目标价在哪里 都清清楚楚 带你进带你出 必定符合SOP 我们才会出手 像今天盘式 我们就先观望 可是我们看准目标 像上个礼拜的星聚科 上个礼拜的环球经 上个礼拜的美律 上个礼拜的这个奇力新 上个礼拜的一个TPK 上个礼拜的一个 这个原项 就是这样五天六次出手 六战全胜 如果说也想参与 一起来把握的投资朋友 提醒大家在这里 38%这地方的一个优惠活动 已经即将结束 欢迎大家好好把握机会 加入县荣老师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